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Ancubot实力分析以及游戏发布流程 好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吧 好 那么本期的话呢 将给大家讲解我们的就是 多平台发布的第三节课 就是我们的发布到安卓平台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现在用户数量最多的一个安卓平台 就是现在安卓手机 其实它的用户数量是远远超过了苹果用户的数量 好 那么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在发布安卓之前呢 需要我们的同学们准备好相关的一个开发环境 就是我们的安卓的一个开发环境 必须要准备好 如果没有这个安卓的平台开发环境的话呢 大家是没有办法从Unity里面发布 啊 APK的 那么首先就需要同学们下载和安装 就是Java的SDK以及安卓的SDK 当然我这里会先把我使用的这两个SDK 放到就是我的网 网盘当中啊 供大家啊 下载和使用 啊 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的话呢 我这边是安卓是放好了的 然后啊 有三个文件就是包含了就是我们的安卓SDK Eclipse 以及JDK是JavaSDK Eclipse呢 就是我们的安卓的开发的一个就是一个工具嘛 我们叫做IDE 好 然后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到时候大家拿来过后 解压了过后呢 其实都是一个免压 呃 就是免安装版本 就是大家拿来就直接可以用 只需要配置好环境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啊不知道大家看视频的时间是多久了 然后如果的话你的安卓安卓就版本有问题的话 就是在发布的时候提示你安卓版本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这个安卓SDK里面点击这个SDKManager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运行起来了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啊 他可以看到你最新的就是版本是否正确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把最新的版本勾上啊 比如这个地方假设啊 4.0.3是API15的话 你如果是没有安装的话 你想按这个 然后点一下 然后比如这个是Delete 当然你还有就是可以安装一些新的一些包 我这地方因为都安装完了 所以就没有了 好 如果大家那个地方没有的话呢 可能就需要再安装一下 就最新的一个版本就OK了 好 这个就是讲讲了一下我基础的就是这个盘里面 就是这个网盘大家下入这个安卓环境这个压缩包里面啊 具体有哪些内容 但大家拿到过后要把这个啊 可能我到时候也也不一定会有中文这个环境两个字吗 大家反正拿到过后啊最好不要有中文好啊 接下来的话呢啊就是要进行我们的Java SDK的一个环境配置了 那么没有这个的话呢 Java就是不能进行不能进行正常的编译好 那么当大家下载完了过后呢还是在这个地方下载完了过后 我不好意思下载完了过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JDK就是我们的Java的SDK 然后的话呢我们首先在我们的桌面上 右键我的电脑 当然我这个地方也是隐藏了的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好 然后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右键我的电脑啊 会弹出来一个属性 然后属性呢我们这边点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点高级这地方有一个环境变量 点一下环境变量 这个就到了我们进行一个需要配置的一个环境的地方了 就是我在思维导图里面也会详细的给大家啊 写出这个具体的一个流程啊 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操作 如果大家看视频呢也可以跟着视频操作 也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维导图来操作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系统变量 是否有Java Home Pass和Class Pass 这三个环境变量 没有的话呢就大家要自己要在系统变量内栏 点击新建 然后新建这个三个变量 当然我这地方肯定是有了 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应该是配好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Java Home 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点击一下新建 然后这个地方写Java Home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Java Home环境变量 然后它的一个变量的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你比如新建了过后 变量的名是我们的这个Java Home 然后变量值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JDK的一个路径 我这个地方是安装到了低盘嘛 然后它的它的路径肯定就是在低盘 安卓JDK 如果你在其他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比如说你找到这个JDK了过后 你点击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窗口的最上方点一下 这地方就可以生成一个路径 我们点到JDK 然后再点一下这地方生成路径 你复制粘贴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的Java Home 然后是我们的Path Path环境变量呢 设置的值呢就是我们 相对就是我们把Java Home 这个就相对是我们的一个绝对路径 就是我们JDK的一个绝对路径 然后把我们的兵文件 这个给配置进去 就是我们的Path里面 把兵文件就是这一行 相对于把兵文件给它配置进去 当然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Path 我们找一下Path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任何配置进去的时候 你和前一行 比如说你要写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先打一个分号 打一个英文的分号 然后再进行你的路径的一个相关的配置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区别开和识别到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Path 我们把Java 我们把这Java Home Beam的文件给配置进去 然后是我们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呢 我们需要把Java Home Leap文件 就表示Leap文件下的可执行文件 给配置进去 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一下 classPath 这儿 这个地方是大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是配进去了 Java HomeLeap2 然后前面肯定还有吗 Java HomeLeap等等相关的东西 就相当于我 你把这个Leap配进去 也就是表示 可执行文件的东西 也配置进去了 就OK了 然后 配置好了过后呢 你就点确定吧 反正那么多个确定 点完了过后 那怎么查看 我们是否配置正确了呢 那我们就进入到DOS命令窗口界面 好 我们在这地方进入到 这个就是DOS命令窗口 然后我们输入 CMD 然后进到DOS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DOS一个 命令窗口了 然后如果我们的Java 是配置完成了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下 这个就转成英文的 Java-version 这就是得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操作命令 就是相当于打印出来 我们当前的JDK的一个版本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运行是成功了的 然后我们的版本也是Java-version1.7.0-02 这个版本 那么打印出来这个版本呢 也是表就表示你的配置成功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打印一个Java的编译的 就是Java-C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命令 就是我们的一个Java-C 就是编译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个也弹出来的话呢 就表示我们的确实 这个Java环境是配置OK了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Java的环境的一个配置 这个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步 就是发布到安卓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安卓SDK的安装与项目发布 那么我们安卓的SDK安装呢 和Java的类似也是解压过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安卓SDK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路径了 然后同样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 要需要新建一个安卓的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安卓的SDK的一个Home 这个就是我们安卓SDK Home 大家填的那个值呢 肯定也和我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填完了过后点击确定 好 然后找到刚才的一个Path变量值 因为我们之前做了过了Java的 那么所以Path肯定是变有的 那么然后我们添加上 安卓SDK的Platform Tools 以及安卓SDK Home的一个Tools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一下Path 我们找一下Path的位置 在哪里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对应的安卓的SDK Tools 以及Platform Tools 给它添加上去 然后点击确定 好 我们点击确定完成过后呢 就这地方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你两个 两个之间的话 一定要用分号来分割 那么这个安卓配置完成过后呢 我们就还是得以同样的方式 进到我们的CMD的这个命令行 DOS命令行工具 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安卓 是否配置成功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输入安卓的一个编译 编译命令叫做ADB 好 我们输入一下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方打印了很多的内容 只要打印了这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安卓Debug Bridge Version 1.0.31 那么就表示我们的安卓的编译环境 也是OK了 也是配置成功了的 好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我们整个JDK的环境 和以及安卓的环境呢 就配置完成了 也配置成功了 希望大家呢 下载完了相关的文件过后呢 对应的把这个环境一定要配置好 当然这个环境过程中 可能配置有可能 你的路径写错了 或者你的路径配置错了 等等 反正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来 如果错了的话呢 大家就尽量回到上一步 然后继续再进行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工程里面 进行我们的安卓工程的一个发布了 然后首先我们还是打开 我们之前的一个Angry Bot 以这个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可能还 有的同学可能知道 有的同学不知道 那么安卓发布出来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exe文件 它是一个.apk文件 就是一个安卓的一个可执行文件 好 那么在这之前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安装好的那个安卓 给配置到unity里面来 我们点击edit 然后呢 点击preference 那么preference呢 这有一个外部工具 就是external tools 然后最下方有一个就是我们安卓sdk的一个location 那么你在发布安卓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安卓的sdk这个路径给它指进来 就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找到这个路径给它指进来 然后选择文件桨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这个路径了 我就暂时不用管它了 好 大家把你安卓的sdk路径给配置进来过后呢 好 我们的这个环境呢 就算配置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buildsetting 因为现在是pc版本mac linux版本 首先我们要 当然我这一段先把player setting打开 这样的话呢 万一它在切换版本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 好 我们switch到安卓的安卓版本来 好 这个的话呢 可能稍微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它相当于把整个平台的所有的内容都切换成安卓可以识别的一个内容 好 对应的呢 我们在这边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player setting的 就是我们的安卓进行发布前的一些相关猜数的设定 那么我这下图呢 就结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文档上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对这说明挨个去查看 那么 我这里的话呢 主要说明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还在发布 就是我们 待会进去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 就是我们发布出来的 到底是横屏还是竖屏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因为有竖屏横屏嘛 你的游戏是横屏竖屏的 首先就需要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这个use32位和24位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相对于就是32位显示器 这些我们经常一般的话呢 就使用默认的 然后icon呢 也是一样 icon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游戏的一个logo图标 然后这个地方就需要设置 那么overread for Android呢 就是想为Android项目自定义图标就搁选 那么这个一般的话呢 我们一般也把它搁选上 然后splash image就是我们的一个启动画面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一般我们游戏启动的时候 会显示一个公司的logo啊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用作splash image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填的话呢 它会显示一个unity的一个就是logo 当然如果你是付费版本的话呢 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啊 勾选成一个黑色或者其他的什么 就可以把unity的logo给干掉 那么mobile splash screen呢 就指定一个Android启动动画的文理 那么标准指定动画呢 是320乘以480的 那其他的呢 这些一般我们都暂时没有进行设置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bundle identifier 就是我们需要填写的 就是我们的公司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我们安卓的话 必须要填一个自己的 就是.com 公司网站名称 产品名称等等 你不能使用它的默认的那个名字 如果使用默认的名字的话呢 会导致你发布的时候 发布不出来 然后当然这还有就是bundle version 然后就是我们的当前发布的一个 版本号码 包括迭代的版本号码 bundle version code 就是我们内部版本号 就用于确定一个版本 是否是最新的版本等等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txt的东西 帮助我们来识别 就是当前版本号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一般的话呢 下面的我们都基本上使用 默认的一个就是设置嘛 然后这有一个internet access 就是我们internet网访问 如果设置为require 就是启动网络权限 如果设为force呢 它就自动开启 就是网络权限 那wire right access 就是数过选择internet only的话呢 就只能写入到内部的存储器 选择extended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游戏呢 写到sd卡里面 等等 然后这些后面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用的地方也比较少 当然也会根据大家 就自己发布游戏的时候 一个特殊的情况嘛 进行一个设置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大家可以再来这个地方 可以详细来看一下文档 就是 就是你的需求的话 如果需要 制作这些内容的话呢 再来具体的对应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设置完毕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否有报错信息啊 等等 比如说这报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清理掉的话呢 那我们就暂时不管它 好 这边我们还是就是 当然这个一样 一样的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嘛 就这几个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唯一的就是 我们的publish setting 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刚才讲的那个在哪 就是需要我们去填写的 如果不填写的话呢 当然会报错嘛 啊 这个地方 就如果你就是bundle identify 就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填的话呢 啊 它会啊 发布不出来 会提示你发布不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填写一个 一般填写一个自己啊 自己可以认识的名字 比如说就是 angry what 好 这样的话呢 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好 其他的呢 基本上选项 我们也不会再啊 不会去动它 然后这一页的话 就publish setting的话呢 这个就根据大家自己的啊 一个需求啊 去进行一个填写就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icon 就是我们的啊 我们的发布出来的一个logo 然后这个地方呢 选择横屏还是竖屏 我们这边选择横屏 好 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company name 然后还有product name 那所有所有的这些完成过后呢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sense in build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个sense 如果有啊 多个sense的话 你一定要全部都添加进来完成 听家进来玩了过后呢 啊 再点build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build一下 我们把它啊 build到啊 这个地方吧 我们就是我们的apk啊 build 好 然后我们进来里面 然后就是我们的angry bot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发布成功啊 我们稍等一下 看一下就是他啊 应该这个场景build的很快啊 一个apk嘛 应该很快 应该也不大 然后因为就 他内容确实不算多 只有一个场景 然后有一些啊 东西在里面不算多 好 在他build的同时的话呢 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基本上啊 动的还是比较快 当然有时候大家build的时候有可能提示你android的版本不对 有时候提醒你某个文件夹没有找到 你需要对应的再去找一下啊 相应的一个文件夹 有可能你刚才那个名字没有填 当然build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可能 当然都就 大家可以根据报错的一个信息 第一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还有一个呢 啊 可以问我们最和蔼可亲的百度度娘嘛 然后你可以查一下具体就是发布啊 这个发布出来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发布成功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angry bot呢 就发布成功了 然后他会生成一个这个有一个小机器人 就是我们的安卓机器人的这个一个angry bot 当然如果你手机是连到了就是这个啊 连接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脑上的时候 你双击他的话呢啊 你有什么360助手啊 弯豆甲啊 91等等 你都会直接的运行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手机QQ 或者你电脑QQ 你通过PC把这个apk传到你的手机上面 然后手机上面就是QQ收下来过后呢 直接就可以运行了 我这地方的话呢 就不另外在拍摄我这个啊 游戏在手机上面运行的一个画面了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安卓就发布成功了 那本期视频呢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本期的真言呢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马太效应 你越牛逼 机会越多 没有什么雪中送炭 只有锦上添花 那么你想要锦上添花的话呢 首先你得成为锦 这句话呢 与各位共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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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